好 那我們進到我們這個主題裡面來 我們要介紹一下這一個 那我先問一下老師 請問你們家的手機現在到底有幾台 蛤? 手機加平板更多對不對 請問沒有兩台也有三台嗎? 沒有三台也有四台嗎? 全家加一家搞不好超過十台 沒有喔 二十台喔 開玩笑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大家常常為了什麼 綁個約嘛 不管是二十四個月還是三十個月的網 綁個約除了你可以換手機 然後又可以有通花費的比較便宜嘛 所以很多人就會忙著換手機 所以你身邊有沒有很多舊的手機 有嗎?來我給你看一下我帶三台 這樣你看不好看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順便搭配這個啊 這樣總有總可以看到吧 好在這裡有沒有 在這裡 下來一點 這個都舊的吧 對不對? 舊的你放在家裡面 擺著也是擺著嘛 裝飾用途大於實質用途對不對 對啊 所以呢 我把它拿在這裡好了 所以其實我現在上課 老實講 我是都用網路攝影機啦 但是呢其實還蠻常用到這種方式 因為老師如果您是在一般的教室裡面 來我把攝影機 縮小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的比較遠一點對不對 這樣放進來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對嘛喔 你看這裡也有一台有沒有 對啊你擺在家裡都沒有在用啊 不是很可惜嗎? 好那所以您在教學上 事實上就可以用 那這個方法也不是我發明的 這個是 我們那個 瑞城郭曉恩老師跟我 跟我介紹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主要會用到的幾個工具 第一個 就是您可以用您的 平板電腦也可以修 那個一般的筆記型電腦 或是我們的這個桌上型都好 那您只要加上一個什麼 這個舌管 老師知道舌管嘛對不對 如果不知道的 我今天有帶三支 四處收集 我是只買一支啦 另外兩支都是被看到 跟人家問一下 有沒有還在用 沒有 帶走 就帶走 那我是比較喜歡這一種的 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 你看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有沒有很多時候 要給小朋友看教材 就是那個材料啊 一個一個給他看 這樣後面老師看得清楚嗎 看不清楚 可以來 整張好好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食物投影機啊 把它當作食物投影機 如果老師比較勤勞的 當然是可以跟學校借食物投影機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每次都要借還滿累的 而且怎麼樣 有距離的限制 因為它是有限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這樣就比較方便 那我剛剛跟各位老師講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 是因為這個是那個什麼 就是旅館的 旅的那一種 有沒有像這一種的 它在就是彎曲的那個 我是覺得比較好彎 但是我現在外面有看到在賣的很多 是那一種就是像我們那個腳踏車的那個 那個鎖那一種彎的那一種 塑膠的 那個就 我是覺得在彎折的那個過程 稍微比較不是那麼好用嘛 就是比較難折一點點 好 那您可以自行選擇 自行選擇您需要的 那最後呢 你要搭配一個東西就是什麼 APP APP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剛剛在連線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我是連到網頁 有沒有注意到我是連到網頁 對不對 那我透過網頁連線到我這台手機 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 就是食物投影機 當然你要做生物觀察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還有帶一個東西來 這個我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棉花 大家都用過吧 但是 你有看過棉花開花嗎 有 很少 這是真的 有看到嗎 棉花 稱作永生花 開花以後就有不凋謝啊 對啊對啊 這個是埃及棉 這個在我們那個 南投國姓那邊 有人在 就是 裝很重這個 那我們就去現場去栽 那 你看到這個球有沒有 你看到這個球 其實它只有五半 我拿這個給你看一下 這個會比較清楚 有沒有 有五半 所以 我們去現場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做嗎 這樣 五爪弓有沒有 就按下去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五個就抓出來了 好 你的棉花就抓出來了 那那個 其實那個花期還滿長的 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可以採 所以 可是它那個要預約啊 那個要預約 就是下半年都可以採 我覺得還不錯 你看像我們這樣做教學的時候 有沒有就很方便 對不對 你如果是用那個投影機戴幕 至少也很方便啊 也是很方便的方式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方法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往下看一下在這邊 你看傳統的方式有沒有都很多線 對不對 你還有地方 你攜帶也不方便 但是你手機戴著就走 那第二個生物觀察機 其實外面有沒有在賣這種 有啊 有這種就是所謂的縮時攝影的 你就指定好你的時間 它電子幫你拍 你的東西就擺在那邊 那你為什麼我們要用那個舊的手機 你的手機放在那裡會不會帶走嗎 掉了會痛嘛 對不對 所以說用舊手機就沒關係啊 反正你平常也是讓它躺在家裡面而已 躺著不做事這樣不好 對不對 OK 所以這樣的時候也方便 如果你的 老師的是 比如說你就上那個自然課 那當然你可以買這種是好 下面這一種就比較方便 可是如果你不是 我偶爾用一下 就用一般的手機替代就好了 那另外呢 像我們剛剛講的 勞作作品的 勞作作品 比如說我們要讓同學看一下 我們今天比如說老師發回去的東西啊 我可能就是這樣子拿過來 我們就拿過來 好 請同學看一下我們記得發一下這一張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你就看得很清楚啊 做什麼事情啊 那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像勞作的部分最方便 因為您可以直接在什麼 螢幕上 可不可以直接做錄影跟拍照 可以 我們剛剛有沒有輪映輪浪 有對不對 這些都可以 如果你想要打開那個LED燈 這裡也可以打開 我看一下會不會亮 有沒有亮 看前面 有沒有亮要看前面 這樣清楚 所以有沒有發現 我們就全部都在上面就直接做完了 等於你用遙控的 好 用遙控的 所以其實這樣的話 其實老師在教學上就方便很多 就方便很多 那這個是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怎麼樣去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